好,小朋友,请你拿出古语课本,今天是第二堂的古语课哦 那我们今天要把第十二课做一个结束 好,请打开课本101页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大题,我会认字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字到底哪里不一样呢? 为什么一个耳朵在左边,一个耳朵在右边呢? 好,小朋友刚才这个朗读所念的加负跟加义 就是我们平常在念的口诀 左负,右义 好,来,小朋友请你把腹部写上去 义部写上去,提醒自己哦 好,左腹右翼 妈妈陪外婆到东部的太鲁阁旅哦 来,请你把陪跟东部圈起来 好了之后呢,我们来看到第三大题 比一比喜欢的程度 好,我们在语词教学的时候有提到非常 那我们现在再来分析一下到底这个程度有哪里不一样呢? 第一个是哥哥喜欢打球,这样是一颗爱心 哥哥很喜欢打球,就是两颗爱心的程度 好,哥哥非常喜欢打球,已经到一个极致的状态了 是三颗爱心,哥哥最喜欢打球 那可能代表这个运动这个领域里面呢 打球是哥哥最喜欢的事情 那小朋友这个最啊,请你要特别留意哦 最就是一个唯一的意思 所以你最喜欢的只会有一样 好,那我们来看到下半部 好,下半部的部分在这里是句子练习 我们来看到课文中的句子是 国王一碰到食物 食物就变成金字 好,那我们来看哦 好,这一课呢,要我们用一怎么样就怎么样 来描述谁做什么事 就会发生什么情况 所以谁一怎么样就会发生什么情况 好,我们来看课本给你的范例是 我一打开窗帘就看见窗外的美景 好,那我们来看第三个范例 姐姐一拿起麦克风 就大声唱起歌来 好,我们看到这三个句子哦 老师这边要提醒标点符号 好,我们在念句子的时候要换气 换气的地方就是逗号 那句子完整的表达意思之后呢 我们就要给他一个句号 所以小朋友你在造句练习的时候呢 请你也要注意标点符号的部分哦 好,那在这里请你自己练习用这个造句 写一个句子下来 有一怎么样就怎么样来造句哦 比如说家里有养宠物的小朋友 你就可以造这样的句子 我一拿起零食 狗狗就冲过来抱着我的手 对不对 好,那小朋友请你动动脑想一想 然后把它写下来哦 一定要练习 这样你的句子练习才会扎实哦 好,那我们今天就把12课讲完了 那请你也要花点时间复习哦 我们下次见